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你们来了!我是强妮先生 各位小探险家们,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去洗洗手的呢? 今天强妮先生要来跟你们分享这本故事 它叫做《我们来洗手》 这本书的作者是东尼·罗斯 翻译的人是林青云 这本书是由三只山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出版的哦!你们看这本书的封面 有一位小公主 小公主的手上为什么会黑漆漆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里头 来看看小公主发生什么事吧! 小公主推着她最心爱的推车 还有拿着她最宝贝的玩偶在泥巴里面玩 当小公主要回家的时候 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叫 小公主发现桌上有一块蛋糕 正当想拿起来吃的时候 吃东西前要洗洗手哦! 为什么啊,皇后妈妈 因为啊,你刚刚在外面玩啊 去洗手 厨房叔叔,为什么我要洗手啊? 因为你刚刚在和小狗玩啊 洗完手,记得擦干净哦! 去洗手 古王爸爸啊! 为什么? 我已经洗了两次了耶! 再洗一次 因为你刚刚上完厕所啊! 鼻子好痒哦! 去洗手 保姆阿姨 我从外面玩回来时要洗手 跟小狗玩要洗手 上完厕所也要洗手 打完喷嚏还要洗手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一直洗手啊? 哦!小公主 因为啊,你的手上都是细菌啊! 保姆阿姨 什么是细菌? 小公主 细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哦! 它们喜欢待在肮脏的地方 动物的身上 喷嚏里头 它们啊,还会跑进你的食物里 再跑进你的肚子里 让你生病 保姆阿姨 那细菌长什么样子啊? 长得比鳄鱼还可怕啊! 但是保姆阿姨 我的手上又没有鳄鱼 小公主 因为细菌比鳄鱼小很多 小到你根本看不到 哦!原来是这样啊!保姆阿姨 那我最好赶快再洗一洗 保姆阿姨 保姆阿姨 我的手洗好了 还要再洗一次吗? 别傻了小公主 来吃蛋糕吧! 那保姆阿姨 请问 你有洗手吗? 各位小探险家们 你们一定要记得 吃东西前 要洗手 上完厕所后 要洗手 跟小动物玩玩 要洗手 打完喷嚏后 要洗手 随死随地 养成洗手的好习惯 变成一个健康的好宝宝哦! 好啦! 乔妮先生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看你开眼闹 我看你了 你问我的手 你和死人的危机 你救人的危机